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猪仔这支标作为今天第四支的推介 今天时间都比较晚了 现在已经晚上的九点钟了 猪仔才有时间介绍第四支手标 今早都比较忙 镜头前面是一只黑白红猫 是一只东方的chronograph 计时码标的光动能手标 你看到它写着solar powered 它不是写light charge 今次的吊牌更换 之前的牌子写着light charge 这支是Leo 70s 一只复古的solar power 黑白红猫 这只黑白红猫 其实应该叫银白 银黑红猫 因为它不是纯白 是纯白色的 它是光纤白 它有不到银白的光纤白 黑白配 你看到三眼仔 叫红猫 三眼仔都是做了黑色的配搭 而内影边框都是做了黑色的 挺漂亮的 整只标的造工 东方有时做得不差 有很多惊喜 第一代的黑白红猫 你看到它的index 圆胸了 它不是贴着字面 它是贴着内影边框 圆胸了 挺漂亮的 做了一些抛光的打磨 然后你看到12点位置 有个Orient相思 墨头logo 写着 chronograph 10个bar的防水 时分针都挺漂亮的 做了透空的 时分针的针头 都是有夜光的 而黑道前面的点点都有夜光 三个小圈分别 一个是秒针 9点位置移动的是小秒针 然后6点位置是一个计时码标圈 而这个3点位置是一个24小时显示 24小时显示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夜光 夜光是否可以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时分针加上黑道前面的点点 都是有夜光的 三个小圈的标盘 按一个计时码标的 chronograph 那我试试按着两点位置的按键 那便开始了 看到start的 chrono 它在走一支计时码标针 那这支不是秒针 9点位置移动的 才是秒针来的 那当这支计时码标针转一圈的时候 这里跳一格为之一分钟 一分钟多少秒 一个计时码标 start,stop,reset 看看有没有分段计时 这个机身 start 有分段计时的 你看到它好像停了 但是它一直在计时 那我们试试开启动 看不见它追回 即时追回 那就是第二名冲线 这个是第三名冲线 知道是秒针追回 stop,reset 好 好了 一个拉推罐 做了 因为做了100米防水 就没有做到螺旋式 锁标冠的 手标 做了一个拉推罐 踢起了标冠之后 标冠位置 放在三点位置 你看到它有双丝抹头logo 每一次我看到双丝抹头logo 都想起标迷 常说 Orient的logo 比Orient Star的logo 我自己也认同 我也觉得Orient这个双丝抹头logo 做得很漂亮 也是呼应12点位置的logo 一个双丝抹头logo 那我们试试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Orient这个Solar Power的机心 好了 充满电呢 其实可以走多久呢 一个光动能机心 是不是有标迷 会有这个疑问呢 充满电可以走到8至10个月 一个光动能机心 可以走到8至10个月 至于多久需要更换电池呢 即是更换光动能电池 一般据注册的经验来说 都是8至10年才需要更换 好了 按进去吧 一个拉推罐 半格是教日力的 当我教时间的时候 其实24小时显示盘 就会随着我教时间而转动 现在就是6点钟 晚上6点就是18点 这样的意思 好了 半格教日力 向上转 缺点就是日力比较小一点 虽然它用了白底黑字 但也比较小一点 对了 教完之后呢 按进去一个拉推罐 好了 看看了 用了这个矿物的水晶玻璃标面 玻璃边位置 就做了不瘦钢光身的标圈 标脚位置做了拉丝不瘦钢 延伸的部分做了光身 好了 这边也做了光身 如果让我选择 如果让我选择 旁边做拉丝就更加适合 但没办法 它就用了光身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猪仔都比较粗 如果真的撞花了 光身就会比较亮 如果拉丝就没有那么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这边就做了光身 好 标带方面 看看标带方面 标带方面 给大家看多重 好了 那我做了拉丝花纹 标带 标扣位置 看到了 这个复古的neo70s 这个logo 下面写着Orient Orient那些字 除了凸凸凸之外 它还有些斜条纹 通常一些復古款 就会这样做 按键打开 做了光身的薄桥 看看标带 我们一起 标带 做了一个螺旋式 全部的底盖 最重要的三个字 写着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Appsunt的自家机身 10个bar的防水 写着shoulder power sting a steel 好了 这一只 黑白熊猫 其实都是很多 我猜男士 都会喜欢这个配色的 始终是红猫款 都是三眼仔款 我们叫 黑白配就叫它红猫 好了 这只红猫的Orient Chronograph 有些新的标迷 没看过猪仔推介 旧的标迷 应该看过两三次 因为这只标 实在太划算了 所以猪仔 终于回到货 等了两三个月 都会介绍给大家 好了 我说一下重量和标竟 这个标是日本製造的 MIJ 所以真的很划算 它的建议零售价 35200日圆 日本製也写了一个标牌 充满电 可以走到6至8个月 这样的 好了 放起这个计重量 就是128.6个gram 128.6个gram 好了 试试量尺寸给大家看 它的尺寸是42mm的直径 我量一下 看看有否真的有42mm的标径 量尺寸是42.6mm的标径 厚度 厚度 11.9mm的厚度 而那个脱脱 就是48的 好了 试试带上手给大家看看 这只 Orient Panda 红猫 挺帅的 其实配上啡色皮带 很多外国YouTuber都会 配上啡色皮带 其实配上啡色皮带 配上黑色皮带 都挺漂亮 黑白配 好了 猪仔推介这只Orient的黑白熊猫 多少钱呢 非常超值的价钱 喜欢这只标的标迷 就听清楚了 猪仔推介1548元 1548元 一个很好很好 很实惠的价钱 如果喜欢这只标的标迷 猪仔是有两只现货的 下个星期应该有多一只 总共三只现货 我三只现货 外面买了多少钱呢 一般都在买2000 2068元 PiSoc.com 2300多 这样 猪仔推介一个超值的价钱 1548元 1548元 全新标 喜欢这只标迷 可以WhatsApp给猪仔 可以打给猪仔 最后比较近镜清晰的大家看看 可以看下 的index到整只标的造工 好 希望你喜欢猪仔这个黑白熊猫去推介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赞 猪仔 猪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绍不同类型的手标给你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一下中键的订阅 好不好 好 你看一下最后 这个角度看到 那个边线 其实它三只眼睛的边线 有条银色的金属边线 固着三个眼睛 它不单单在标面开窗 很多时候 除了index 刚才做了圆空之外 时分针做了透窗 再加上那一圈 有条金属的边线 在固着 呼应个银色黑道 其实这些东方 细子造工真的做得很好 以一只千多元的手标的chornograph来计算 它真是 物质所值 希望你喜欢我的推介 好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 记得给个赞赞我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你的支持就是猪仔最大动力 介绍更多好片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拜拜 下集见